本就紧张的俄乌局势 最近因为各方一系列的动作而恶化 虽然俄罗斯已经多次表示 无意与乌克兰发动战争 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是不断地渲染局势 大有逼着俄乌打仗的意思 据央视2月15日报道 美国在带头撤离了部分外交人员后 各国纷纷效仿 都开始撤离本国在乌公民和外交人员 一边渲染局势 一边避免让战火烧到自己身上 另一边 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不断地向乌克兰输送武器 经过几个批词的运输 美国远驻乌克兰的武器已经达到接近2000吨 而加拿大也忍不住掺和青睐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加方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致命装备和弹药 不过价值仅仅750万加元 虽然给的武器略显抠门 但是加拿大倒是很大方的 给乌克兰提供了5亿加元的贷款 这是让乌克兰借钱打仗的节奏 即使俄乌双方都有意给局势降温 但美国不断攻火 也让不少人担心战争的到来 或许是闻到了风声 乌克兰国内的寡头屈腹们 已经开始撤离乌克兰 20多架私林飞机停满了乌克兰首都机场